大家做這個蔥 做這個香茅豬扒專用的香蔥 首先我們買了一堆香蔥回來之後 這些頭筋我們全部都是不要的 但不要我們有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就是一刀從這裡斬去 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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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全部 丟掉 好了 這樣就丟掉 然後這些要洗一洗 洗乾淨 因為蔥的尾巴 其實是碰了很多農藥 無論你在哪裡買都好 現在買的話 你一定很難肯定有沒有農藥 我們先洗一洗 洗得很簡單 我們洗乾淨 這些蔥的位置 這些位置洗乾淨 這些位置洗乾淨 一點 洗乾淨之後 才可以切到香中 因為蔥 我們就這樣吃 我們不可以說 喂 我們 洗乾淨 才放進去 這樣就不行 切好了 然後就可以拿來吃 好 差不多蔥洗好了 待會我教你怎樣切蔥 現在我教你怎樣切蔥 我們切蔥之前 因為我們洗完了之後 其實很多水 我們用乾淨的毛巾 我們一定要吸收它的水 吸收它的水 一會兒 有些品牌 都可以以為沒有水 乾乾淨淨 沒有水之後 切出來的蔥就會更香 還有沒有那麼多細菌 我們就包上它 拍一下它 蔥就會不見了 不是蔥不見了 水就不見了 真的 好 那我們蔥切切法 很簡單 在這裡中間切一刀 拿到一刀 出來 後面的那些 我們都要切一刀 拿一刀 齊齊整整 記住 如果我們做一些香茅豬扒用的蔥 我們就不可以做太小粒 太小粒的話 就沒有口感 大約切多少呢 切這麼多 我大概 一個手指尾 差不多一個位置 這些這麼多 看得到 看這麼多位置 切了 看到 一批 這裡也是 然後切一個 切出來 這樣就切下去 那大家切切的時候 就不要切到手指 切到手指的話 就要大家就麻煩了 那 始終是 就流血啦 流血 什麼蔥也不用吃了 就浪費了 切下去 其實都很簡單 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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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已經很香的香蔥味了 那記得切這個 為什麼切這個厚度呢 因為香蔥要留在這裡 待會兒我們教你做蔥油的時候 那些油呢 是會 很滾的 這樣倒下去 令到那些蔥的香味 就會發揮出來 你切得太細粒的話 那就做不到效果 小粒 如果切得很細很細粒 我們來做什麼呢 通常我們做雲吞麵 雲吞麵 那些是很細粒的 但我們做香蔥呢 要起碼都這麼大粒 你看到這些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待會兒我們教你做蔥油 教大家做蔥油 那 首先把蔥呢 我們放在一個盒子裡 先 剛才砍了那些蔥 這樣就很香 現在還很香 很香 那我們呢 就放進去 多一點都不怕的 其實我們待會兒 吃很多蔥油 吃很多蔥 那就差不多了 這個份量就 但是做蔥油之前 我們就不太這樣 油加蔥 不可以的 油加蔥呢 我們就做了效果 就不太好吃的 那我們要加點食鹽 加點食鹽 加點食鹽 加多少食鹽呢 大約 這個份量的蔥的話 大約加一匙羹仔 灑在裡面 好了 然後再做多一匙羹 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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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出來的 那接著我們做了油 那我們就帶了 另一個鍋仔 那我們加一點的油 進去裡面 那大約加多少呢 加兩個匙羹 這個蔥油的份量 差不多了 那這個蔥油的份量 的油呢 我們就拿出來 要先煮滾它 煮滾之後再做 現在我們就開始煮滾油了 那這個油呢 差不多煮滾了 但我們怎麼知道它是否滾呢 就拿筷子 那我們放在油 看到呢 有些泡泡 看到起泡泡 有些泡泡 有些泡泡的意思是 油已經足夠煮滾了 那足夠煮滾 那就差不多可以用 好了 剛才加了鹽的蔥的話 我們現在就把蔥和鹽拌勻 先拌勻 最重要是拌勻 拌勻這一下是很重要的 拌勻之後 那些蔥才會有些鹹味 鹹味就很重要的 好了 那接著已經是收火了 關了火 那這個滾油呢 我們就 就把這個蔥呢 就 把這個油呢 就倒入蔥那裡 那把這些蔥 放好它 待會看到效果很厲害的 好 把蔥放在上面 放了滾油之後 然後我們就拌勻了 最重要是拌勻 拌好它為止 拌勻之後 你會看到 哇!很漂亮了 全部都已經有了 再加上一些油 也都加了一些食鹽 那現在聞到一股香味出來 待會呢 我們呢 如果將這些蔥呢 加在一些 香茅豬扒裡 那它吃下去 就非常有趣 就算這些用來呢 拌勻 炒菜 也都非常美味的 好了 那就是 香蔥油 就做完了 好了 那大家 可以 不妨自己回家試一下 那 有興趣的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 好了 大家拜拜